在经历了三个多月的蜜月期后,恒大与法拉丁未来FF的合作等生变局,恒大健康在功高中称,贾跃停在香港提起仲裁,要求收购方恒大方面退出。 10月7日晚,恒大健康HK0708突然发布公告称,贾跃停已向香港仲裁中心提出仲裁,要求撕毁双方所有协议。 据公告,恒大子公司适应于2017年11月30日于假月停控制下的FFTOP,公司签订合并与认购协议,恒大在三年内投资20亿美元,扎合资公司45%股份。 按照协议约定在2018年底前支付8亿美元,2019年支付6亿美元,2020年支付6亿美元,恒大在2018年5月25日已提前支付完毕2018年底前,应支付的8亿美元。 公告显示,但2018年7月,贾跃停提出恒大的8亿美元已基本用栏,要求恒大在提前支付7亿美元,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,恒大同意在满足支付条件的情况下。 可提前支付7亿美元,而10月3日,贾跃停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仲裁,要求剥夺恒大作为股东享有的有关融资的同意权,并解除所有协议。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,10月4日,恒大健康曾发布公告称,公司股票上午9时即将短暂停止买卖,并刊发有关公司的一项仲裁程序之内幕消息公告。 恒大在今日公告中回应态度强硬,称石瓶已经履行相关协议下下的责任,提出仲裁严重,伤害了石瓶及其股东的权益。 石瓶已聘请国际律师团队,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,捍卖石瓶在相关协议下持续享有的权利,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。 时间回到三个月前,6月26日,恒大宣布通过收购石瓶公司100%股份,获得FF45%股权,成为其第一大股东。 7月13日,许家印去了洛杉矶的FF总部参观,贾跃亭全程陪同,从曝光的现场照片来看,当时气氛颇为融洽,前有孙宏斌投资了致实力。 如今恒大宇FF都合作有声辩护,不免让人唏嘘,而公开资料显示,贾跃亭已八次被列入实现被执行人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荣创2017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上,孙宏斌在谈及乐视十一度哽咽落赖,直言一定要把乐视做成一个好的公司,曾让孙宏斌当众落赖的贾跃亭。 这次是否又会让许家印伤心呢?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美金APP,上市公司公告等每日经济新闻。